国际焦点来关心到的是 现在以色列时报就报导了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 在14号凌晨的时候就说了 伊朗一共是朝着以色列发射了 大约是200枚的无人机还有飞弹 现在包含的影响是什么 有一处以军基地轻微受损 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威胁的时候 有一名10岁的少女被引爆的弹片给击伤了 这整件事情包含了在以色列领空外战机 现在也击入了数十枚的巡异飞弹 还有无人机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伊朗通讯社就说了 伊朗新型的凯拔飞弹成功击中了 以色列南部沙漠最重要的一个空军基地 影像跟数据看到的是已经遭受到了重击的 受到重创的情况之下 以色列媒体是怎么报导的呢 伊朗已经向以色列目标发射了数十架的无人机 预计飞行时间将会长达数个小时 希望可以进入到以色列的领空 目前大家都很担忧再次拉起了警报 我们来看到以色列总理特别提到了 在以色列目前的整个防空系统 已经准备好击落他们了 他说我方已经针对了各种状况来做好准备 防守还有进攻两方面都必须要有 整个以色列全国陷入了防空警报大响的一个情况 包含的是现在以色列 约旦 伊拉克 黎巴嫩 其他周边国家也通通跟着领空现在已经关闭了 而目前在以色列的部分也宣布说 全国的学校暂时没有要提供教育了 直接暂时关闭 紧急关闭两天的时间 后续能不能持续的让孩子们上学 现在也不知晓 目前我们看到了在联合国部分 联合国秘书长古德瑞斯 他就讲到了强烈谴责伊朗的行为 因为这个可能会去扩大形成更大型的区域冲突 希望可以立刻终结敌对的行动 但整件事情不是寒寒就可以了 尤其是美方似乎现在也包含的是激起了一些 当地一些分子他们的情绪了 你看到了伊斯兰革命卫队 他说了任何来自恐怖主义国家 美国和以色列从任何国家发出的任何威胁 伊朗都会针对威胁来源做出相应的回应 现在即便呼吁说美国将会跟以色列人 人民站在一起来抵御伊朗不断的威胁 那么拜登部分现在是紧急的返回到白宫 希望是要跟纳坦雅胡来通话 那美国的部分呢 这个美国的部分跟以色列部分 他们的防长也进行来通话 现在据传是会进行通话的部分 当然这整件事情呢 又是无人机又是导弹 以色列暴富 这个呢 这个以色列对他们的这个 驻大马士革领事馆的袭击 整件事情呢 以色列就直接说了 他们是怎么样的来进行 而且尤其是还要进入这个所谓的戒备状态 以色列在13号呢 就取消了愉悦 结后原本呢 学校旅行和其他青年活动 还只是呢 哥兰高地北部 以色列南部 以及以色列中部地区的居民 留在防空洞附近 直到另行通知 以色列军方呢 证实了伊朗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无人机 那么对此呢 以国的防空系统做好准备 要把它击落 但基于安全考量 这个刚刚提到的学校呢 是要来暂停关闭两天的时间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说了 当伊朗无人机骑射的时候 以色列是做好准备 要面对各种情况 强调说 以色列他们的军方 是非常强大的 尊敬伊朗 驻叶雅大使馆先前遭到以色列军方的攻击 伊朗在13号深夜展开了对以色列的包袱 发射了上百架无人机还有飞弹 导致以色列全境防空警报大响 首都耶路撒冷处处都是空袭警报声 肉眼可见以色列防空飞弹拦截无人机的爆炸画面 现在是在耶路撒冷 那么在当地时间14号的凌晨约一点左右 也就是刚刚不久之前 耶路撒冷也是再度的拉响了防空警报 并且城市的上空连续传出巨大的爆炸声 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向窗外望去 可以看到以色列铁穹系统拦截来袭的导弹或无人机 留下的在空中产生的火化 以及留下的相关的痕迹 刚刚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各地上空 响起了警报声和无人机在空中被拦截的爆炸声 以色列国防军14号凌晨宣布已经展开拦截行动 目前在中东的美军部队也证实 这个正在协助以军拦截伊朗发射的无人机 根据以色列军方发言人 伊朗已经向以色列发射规模超过200架 还有无人机跟飞弹 乙方武装部队已经处于是全面戒备的状态 伊朗跟以色列因德黑兰驻 外离 因为大使馆在维也纳公约里面 规定很清楚 日内有公约规定很清楚 什么意思 大使馆就是领土的延伸啊 所以是你攻击我的领土 这等于是对我宣战了嘛 伊朗怎么可能不报复 伊朗不报复对内对外都没办法交代 那只是报复的方式 报复的规模 记得很久很久以前 美军不是说炸了中国 住这个南斯拉夫大使馆吗 他只好说 对不起 我地图错了 我弄错了 我赔不是啊等等 以色列赔不是吗 没有啊 所以伊朗也很懂得外交工作 他说那我报复可以 你联合国通过谴责案 然后以色列把犯错的人逮捕 由我来审判 表示你要承认错误嘛 你要赔偿嘛 和以色列有没有 没有啊 以色列觉得他干得很好 他干得很好 就是等于你美国干得很好啊 那美国当然是自信说 我有航空母舰 爱尔森豪号 我掉到红海北部 我来保护以色列 因为美国总统选举当起来 犹太人在美国的选举的市场上面 有很大的影响力 不是什么巴勒斯坦人 伊朗人或什么阿拉伯人 能够忘记向背呢 所以拜登当然第一个时间讲说 我美国要保护以色列 你叫大家等个瞧 那这种中东大战呢 打起来伊朗是没有赢面的啦 伊朗第一个不可能用陆军来打仗嘛 因为补及线太长了 而且伊朗的陆军打到以色列 要跨过好几个国家 不现实 海军嘛那根本不用提 伊朗也没什么海军 而且两方面海军 海域也没有可以交战的地方 就剩下什么 导弹跟空军 伊朗的飞机啊 怎么评估呢 那比以色列已经不是一代的差距了 那F-14 对啊 全世界最老的F-14 对啊 已经不是一代两代的差距 所以空战根本不可行 反而处于挨打 只剩下什么 短期跟长期的中程的导弹 因为伊朗没有远程导弹 它只有中程导弹叫流星三号 它只有短程导弹 最近卖到俄罗斯卖了四百颗吧 大概就是属于征服者 跟所谓真主之剑 那个射击方面都在一千公里以内 可是一千公里的导弹 打不到以色列啊 那怎么办 就要把东西运到叙利亚去打 运到叙利亚打什么意思 就是说要有在海外的圣城旅 因为伊朗国防军是不出国 因为伊朗的国家 并不相信伊朗的国防军 他认为伊朗国防军 就是以前伊朗国防留下来的军队 还没有清洗完毕 就像赖清德觉得 现在的国军 台湾的国军不是台独的军队 还没有经过洗敌心灵 不可靠 所以叫那个顾立兄去洗敌心灵 那接下来就是说 他就革命卫队 所以伊朗在海外的军事力量 都是所谓圣城旅 圣城旅的简单的说法 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驻外武官部队 简单讲说成为圣城旅 那他在海外呢 当然在各地就地取材 产生了很多的民兵组织 那他手上有什么 注意到伊朗的所有的导弹 生化武器都是在革命卫队手上 不在国防军手上 所以他把这些导弹 就把他搬到什么真主之舰 这个什么征服者 就卖给俄罗斯的这种短程导弹 就已经搬到叙利亚 打什么 打以色列北部 那以色列有没有能力防御 以色列的防空导弹系统 可完整的很 高空的中低空 都有帮防御 所以伊朗要出旗不役攻旗不备 才有打中这个比较重要据点的地方